因為日本旅遊就是大家都請來 很愛去日本的朋友來一起分享 好 那再開始請問一下 上一場留下來繼續接著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那打算準備要去明古屋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應該可以講得非常熱烈 OK 好 那 好 謝謝 大家有沒有拿到嘎那個袋子 我覺得那個袋子很棒 因為我們今天光光聽準備的東西很好 那其中一個我覺得很棒 日本最大的那個三點奧類 它有這個 它有給我們1000日幣的那個利用券 OK 好 那大陸之後再來明古屋 重新過去大概一個小時內 它的地址資訊有在後面那一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 等一下有兩個DL就不錯 好 OK 要掉了 好 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趕快開始講 那因為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場地比較長 那如果後面的朋友 等一下有稍微聽不清楚你隨時舉手好不好 好 或者說有擋到你可以隨時站起來看 OK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好 那 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每次都要介紹 還是有人沒有 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大狗 那 每個月幾乎都有兩堂堂的 不是想做 只要是在講一些 國內的一個旅遊方面的東西 那很多的時候都是在做這個 美食的評審 那甚至我的部落格很多的旅遊 我跟美食之旅搭乎一起參考這樣 好 那 鳴谷在哪 這大家都知道 應該在中部 那以前我們常去這個 關東班基地區都是主要留點 那 鳴谷很多人都是做 中間可能轉接一點 當然很多人不知道 鳴谷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 包括我上網看 欸 網路上的這些地區 為什麼很多人停在這個 2010年前 我調查 因為是那時候的愛知縣 柏拉會 很多人在那時候也去看過一次 可是那時候的資訊 跟現在的資訊 又有些不同 那現在多了很多的這個 擺貨的這個 公布的資訊 那包括美食資訊更完整 那包括現在跟以前流行的 那個APP 還有DM 還有部落客分享這些東西 又有什麼不同 那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那因為時間有關 有限 所以我們會減少一些 講說這個歷史的部分 那我會講一些 對大家有用的 譬如說 大家至少去一次 聽完這個小時之後 大家至少可以 你可以不用帶導覽體驗 你至少到尼讀不會迷路 或是至少你要去尼讀 不會知道說 我們大略上 大致的方向要怎麼玩 怎麼很簡單的去抓 把這個很複雜的東西 減少一些簡易化 好 我們今天目的就拿著 OK 好 好 這是我們去的幾個行程 那幾個行程 其中有黃色的部分 是我 等一下我們可以特別拿出來講的部分 好 好 中路機場 等一下我先試一下這一隻 上下 這個嗎 上下 上下就可以了嗎 OK 好 好 那 剛開始會講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搭的是黃航 那如果 今年有幾個朋友 他們搭這個虎航過去 可能會比較早到 那虎航的時間 大概就是7點之後他就會到 到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買過來 可以品嘗這個明湖的早餐 好 那如果是大黃 他基本上是中午到 那 中午國機場 等一下會講 因為中午國機場他非常厲害 他的特別就是說 他把這個明湖附近的這個很多的民店 廣盒的將近100間 全部都放到中午機場去 那另外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有泡湯的地方 那他有這個機場的觀景 所以你可以安排第一天 或者說最後一天提早到機場 你可以在機場享受你沒有享受到的 可能在市區沒有享受到的這個 民產美食或是民店 那甚至泡湯放鬆都可以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住的半點 那 明湖的這個地方 大家距離這個 明湖車站大概只有兩個地鐵站 其實很近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很多的玩樂的景點 那包括華諾公司的那條街 還有地下道 他幾乎都是在這兩三個地鐵站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地圖 那給大家一個地理上的觀念 那基本上會建議大家 從這個明湖到這個龍的附近 找住宿的地方 會很方便 好 那還有 呃 Bic Camera 大家可能要去買這個3C 然後 呃 藥裝 那藥裝這個不是最便宜 但是這個是方便啦 就是說你可以找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後面會講一個大區商店街 那這裡也會有藥裝 那有的網友都在那邊找到 有的東西是比較便宜的 OK 好 那包括明湖層 然後還有這個台灣拉麵 剛剛都講一個就是 呃 那個 世界的山將 這個都是明湖可以吃的這個民產 好 然後 味噌煮烏龍麵 然後第三天 欸我問一下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想要知道這個資訊 有打算去明湖 又去何長順 請舉手 哦 那是剛剛都舉過了 好 謝謝 OK 好等一下我會特別花很多時間講這個部分 好不好 OK 然後 接下來是明湖屋的這個明湖屋早餐 我會講兩間 好 那另外一個 我要特別拿出來講 就是說明湖屋的這個水族館 他是 我覺得老 我們去過 欸沖繩了 我們去過這個 北海道 我們發現明湖屋水族館 反而是 欸最推薦 好等一下我會特別講 好那後面就是 呃 回到機場 可能有一些 好吃的再跟大家講 這樣子 好 好 那第一個 帶一下 中部國際機場 那 在機場其實到了當天 如果你時間比較趕 其實 呃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去拿 所有旅遊資訊 那DM 好 那 後面我們最後回來講 就是說這個商店街 那大家有時間就是可以逛一下 它非常多元 好 那 下面 欸 好這個就是 你機場出來 左手邊 它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說你可以拿到很多DM 那另外一個地方 等一下我跳來講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欸 你可以在那邊有做一些 這個旅遊資訊的服務 那包括很多Tool你也可以在那邊買 那如果我們 只是要做自由行 你不一定要在那邊買這麼多東西啊 可是你可以在那邊拿到 我 我推薦的幾個這個DM 呃 呃 那袋子裡面有這一份 我覺得這份非常好用 那第一個 它非常薄 它可以放在背包裡面 好 那第二個 如果你要去Big Camera 它裡面有Big Camera的優惠卷 你也不用先下載 它在裡面就有優惠卷 那 第二個是 這份 袋子裡面沒有 但是沒關係 好 這個 這個也是非常薄 不是好用 這個是 有 車站地圖 那 這兩份加起來幾乎 你要吃的美食 然後你要地鐵的資訊 那一些重點的介紹 基本上都在裡面 那 那這份好處是什麼 這份好處是 我們在龍附近 然後在民主屋附近 然後在民主屋附近 或是我們拿去金山 這附近的這個簡略地圖 把複雜地圖變成簡略 看裡面都有 那這一份沒有拿到沒關係 我們這裡可以下載 我發現它網上做得很好 大家找這個 去問那個 Nagoya 那個JP 它有一個PDF 可以先下載在手機裡面 好 那 可以在手機裡面看 那它好處譬如說看 好 這是龍 那很簡單 龍的地圖 我們當時候大概是在這裡 我們的飯店大概是在這裡附近 好 那 民谷屋的車站在這裡 那過來第一站福建 第二站是龍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介紹到這個 市場丁的車站 大概是這個三角形的區塊 就是我們大陸會活動的區塊 那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這個 呃 綠洲21跟這個電視塔 它也是在這個區塊 基本上 我們從飯店走過去 有沒有10分鐘 所以其實很方便 那包括我們到龍的這個車站 就是走5分鐘就下去了 或者說你到地下道去逛地下街 OK 這個都是連在一起的 好 那 這給大家看 好聽谷屋 然後福建 然後這是龍 好 基本上在這三個站 那我們後面講的 譬如說我們市場丁 然後大需觀音 商店街 其實都在這幾站裡 好 那其中一個比較遠的就是 如果大家也要去谷屋港 你可能轉個站要坐到底 坐到最後一站就到了 OK 非常簡單的 不需要計太多 好 好 那當然 進場出來很簡單 我們找到這個 綠號船口 然後在旁邊 我們買這個車票 我們準備往龍的方向過去 在這邊搭車就好 好 好 那這個是 大家可能還是 如果看了地鐵站 可能會有什麼SARS 故意弄了一個 真的Google的地圖 那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標 這個地標就是我們的民谷屋車站 那其實你再看這個福建跟龍 還有這個市場丁 其實不遠的 我們甚至 我們甚至有從這邊走到這邊 然後也有從這個市場丁 走回我們的飯店 其實它這整條走起來不遠 只是說如果你走在上面 真的很冷的話 你會覺得很辛苦這樣 OK 好 那其實都是我們的地下道 如果你從民谷屋車站 你一定要走到這個福建或是龍的話 大概三十分鐘你走得到 大概二十幾分鐘 如果你想要逛街景 其實是很舒服的 OK 好 那另外一個點多區 因為大家看到我拍起來 有點藍天 它有點色味要變的時候 你不要等到六點多區 六點多區的時候 整個是黑的 好 記得 如果你時間去取的話 這個時間去你才可以看到 漂亮的顏色 那第二個 如果你想要跟它合照 已經暗了怎麼辦 你記得把你那個身體 稍微側正面向的光 對 不過你如果背光也會是黑的 如果你要合照稍微半面這樣 好不好 好 這個我是我們今天私房的 OK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走近 那為什麼做很多跟車 因為你會不知道它這裡 呃 綠洲二十一有一個電梯 所以說 我們可以在裡面 它下面是一個上層 可以掛 那晚上打的很漂亮 那你坐這個電梯上去 那上面是可以走一圈的 可以走一圈 那中間很漂亮 它是玻璃 然後上面有一層這個水 好 繞一繞 為什麼要繞 因為它顏色會變 但是它變得不快 所以你可以邊繞邊拍 好 那包括可以看那個 呃 電視塔 那電視塔 呃 要另外再走過去 當然也有人去電視塔上面 那我們個人是 覺得從這邊 看到的這個角度最棒 所以你至少先去這邊 好 好 好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環環 它是一個小操場 兩寸 你可以繞一圈 再下來 好 那白天也是很漂亮 只是白天是稍微熱的一點 大家可以去白天也是可以畫 好 好 那當天晚上 我們的心腸的牌就是 欸 我們逛完了之後 因為我們要追那個時間 可是 我們發現那個地方太好逛 就不小心逛過頭 過了吃慢時間 欸 那時候剛好 我們可以去這個世界的山下 那 明古屋最有名的這個 機市 就在這裡 好 那 它在明古屋就已經有幾十間的分店 所以 你到時候看你的點在哪裡 找最近的分店器就可以了 那其中這一個是在 我們結束之後 跑去明古車站 然後去逛了Dicker 買了東西 還有那個旁邊那個藥妝天理碼 那個雜貨電碼藥妝 不然之後我們才去吃 這個是開到凌晨的 所以晚點去也沒有關係 好 那 畢製的就是雞翅 好 那 北大致到最近來台北開店了嗎 在四季站 有看到我寫的文章嗎 有 有 謝謝 等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活動 OK 好 我們去 然後這裡有中文菜單 那其實也不一樣中文菜單 因為有時候會有 會有 其實會講中文的店 那基本上 他們都有熱情 你只要跟他點 他們基本上就這樣點 好 好 它有兩種 那它有一個原味的 那也有一個黑手魚雞翅 我覺得兩種都很好吃 大家給你們看 那你在 如果我說你在台灣吃 跟 在日本吃 差在哪裡 日本味道很重 因為日本滴谷屋 他們以前是工業吃 所以 他們很多的這個 東西的口味都非常鹹 我自己都認為我吃得很鹹 可是我去我完全是太鹹 對 但是 這個還OK啦 就是說 它其實做的方法是 它就是要配酒 所以 不管你喝不喝酒 你可以點他們這個 激味酒調酒的這種 很多種口味 所以你點了 然後再去配進去 你會發現 哇這個東西太棒了 就是 在那個地方 你不需要開車 所以你喝酒OK 好 那當然它有一些其他的餐 大家可以參考 那主要的東西就是 那個機師跟他拼了這樣 對 好 那這個是炸的 但是其實不油 那特別就是說 它會加點那個酸甜醬汁 然後 會少一點特別的胡椒粉 有一點纖維的辣 但是也不會太辣這樣 好 那這個是黑熟椅子 我個人實際上喜歡這一款 那 很多人喜歡這一款 所以 兩百多試試看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它外面有一個 很特別的醬汁 比較醬油味 它也有一點醋酸味 就是說 它家吃起來 會很開胃這樣子 好 好 這是它的菜單 那另外一個 我回台灣我發現 它這裡有一個 台灣的火鍋 它有一個牛腸鍋 我發現它這個也很好吃 那等一下跟大家講說 他們這個 可能大家剛才聽到就是說 欸 這個台灣的拉麵 為什麼你煮台灣的拉麵 等一下會講 它這個是 顧比思義 就是有加 韭菜有加肉棗 所以它叫台灣鍋 好 這個也可以點 這個非常好吃 然後他們有這個 慧珍豬肉串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小茶 這個也非常好吃 好 所以基本上 一二三四五 不過你試了一下 就跟他拚了 好 好 那我們很可惜 沒有講 今天不會講到 它的這個 市場 市場釘出來 有這個最有名的那個珠牌 味噌珠牌 欸 可是最近台北也開了對不對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當然這裡也可以點 就是說 欸 味道很類似 大概一次滿足這樣 好 那台灣 我發現台灣店 還多了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 味噌麩麵 可是它日本店好像沒有看到 OK 好 好 這個是我後來去台灣店 市府站1號出口旁邊 我去點 它的東西 它的東西 其實都一樣 很有水準 包括它那個雞翅 好 欸 我看它卸體了 好 等於要整個一個活動 好 請大家看到下面的畫面 如果你找到那個畫面 趕快舉起你的手機 我們要送出六個名額的獎品 開始 請找到 我寫了這個 台灣的這個 這個畫面 如果你找到請 請把你手去高舉 然後站起來 好不好 我們抓前面六個 六個 看誰動作最快 我們會送你雞翅口味的 好 一個 好先站起來 一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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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我看 對 一個 兩個 三個 對 四個 五個 一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好 等一下喔 你背 等一下 你幫我檢查一下 後面那個畫面對不對 好了 我要送你雞翅口味 這是我特地帶回來的 這是我特地帶回來的 特別買就是 熟雨仙就是 那個世界三藥口味的那個 餅乾棒 你可以把它那個 那個 特調的那個 醫藥體力流 比較可能灑進去 然後搖一搖 味道一樣 我試過 對 恭喜恭喜恭喜 腳 腳 欸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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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試試看 好 這個是拉拉試試看那個味道 我覺得 我本來想說買好馬 也試試看 結果發現它特別好吃 因為它們連 那個 現場那個胡椒 可能調味都做得非常像 OK 待會試試看 好 我們繼續喔 這裡面有問題 剛開始的 好 開這一段時間 好 好,實際還可以 這個是靈腐無塵 我大概稍微帶一下 這個以前靈腐無塵 其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就是有迴壞過 所以他現在重建 但是我覺得他重建的之後更棒 因為除了裡面的天守者他重建之外 他有一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海豹 這個海豹就是他這個粉蠻玉墊 他裡面是那個快木的箭頭 他現在還在做 但是你現在基本上在五上角這裡 你這樣已經可以去看 他已經有一百多平的空間很大 他現在在未來幾年之內還會去蓋 他的粉蠻玉墊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海豹建築 到時候你再去看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壯觀 那雲鼻屋層是很值得一看 包括這個 就是雲鼻鼓有12件事情必做 其中一件就是你要跟他們這個金蠔合照 那金蠔就是他的屋頂上有兩個那個金蠔 是他們的算益的代表 所以他在五樓這邊 然後你可以跟他金蠔合照 OK 好 好 那剛剛有講到 吃的部分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台灣拉麵 好 那他的拉麵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 我們剛才講幾個站 在食廠店站的那邊 那食廠店出來 你會先看到 食廠店的豬排 那在轉角後面 你就會看到 他還在這邊 那這個特比就是說 因為這個 老闆是台灣人嘛 那台灣人以前把那個 怎麼講 那個台灣的那個肉燥的方法拿去做 他們的這個蛋來 所以在菜單上面 你會看他寫台灣蛋裡面 可是在我們台灣人的臉語 它是那種 加辣板的 就是它上面浮著吃一層辣油 可是他麵條又不像台灣人那種黃麵 它是拉麵的口感 出乎意料外的好吃 那前提是你必須要吃辣 那我吃辣 但是我點的是他的美國風 他美國風是一樣東西 只是減半的那個辣度 還是很辣 對 OK 好 那 很多人 那另外是說 我們有點這個 台灣人的丼飯 這個也是他好吃 那其中這個雞翅也會是拉臉 因為民國風其實很多年 你可以點到他的機器 他每一家機器都做法不一樣 他們來吃機器 那他們其實有點像BG的口感 這個也很厲害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個是普導的對不對 那 這裡我們點了一碗小碗的原味 它就是真的上面一層那個辣油 哇 那個真的很辣 如果你真的可以吃這麼辣 你可以挑戰看什麼 好 那這個是衛生桃拉麵 那包括你去那邊的Seven 大家如果躺去這邊應該知道 你在某個地方有特別的東西 那Seven就會買到那種泡麵 它Seven也很多種 你可以去買來看 也是很辣 味道都很像 好 那再來要介紹的這個是大序商店 我覺得這個地方 算是名古屋版的這個 有點像是那個興奈橋 它是非常大的一個區塊 好 但我們的DN沒有發到就是說 大序商店的這個地圖 因為這裡很簡單 因爲 我看一下 好 因爲你在大序商店的這個站前 你其實就可以拿到他們放在路邊 他們就有DNP給你拿 OK 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甚至它很大 一直要跟著人群走 走一圈 你去一直到處逛 OK 那這邊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好 那包括 好 這是我在現場拿的這個地圖 它精確到是 所有的電子 全部列出來 非常大 好 所以我們不要這麼麻煩 我們大概記得它路線就好 我們可以繞一大圈這樣 好 那這邊其實 你可以花一整個下午慢慢逛 它很多有趣的商店可以逛 好 好 因爲每個地方就貼著網紅金彩 然後就放進出來這樣 好 那 這是表演要開始的 表演要開始 它前面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下面在 他們很會做這種水族狀 就是一半是可以看到海面下的活動這樣 所以有時候它從下面跳上來之後 你會看到它下面準備緩衝這樣助跑 很有趣 好 那遠一點的地方你也不用擔心 因爲它有一個很大的影音 像人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樣 那它厲害就是說 它開始會請這個海盆來跟你進去 那它同時 同時在游的時候有八隻以上的海盆 同時做很多的動作 那因為你放下去之後 你診斷是很精彩的 OK 這個還不算高 因爲 給大家看 這個上面 這就是八隻一直跳 它上面有一個浮標 然後 它的海盆就從下面直接跳上去 你會嚇到 因爲它可以跳這麼高 這樣 好 那這個是最精彩的要看 再來就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後面也有南極館 那這個就是大陸八 就每年冬天 因爲它要夠冷 它不像北海盆 因為每天都很冷天出來 它要夠冷 它要夠冷 它要不辦法遊行 那特別就是說 它這個在一個戶外 那它給你一個U字型的跑道 那我想說 它爲什麼不是很大一圈就走回去 因爲它在那個跑道的莊名就回起來 我想說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遊行方式 那時間到了那個 那個 漆人就出來找 那出來找 後面 你們有去看過北海盜的嗎 再來到漆人會排隊 有沒有 然後那個進台點就是看企鵝 準備哪時候要跌倒這樣 那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五六隻 然後再慢慢走出來 它是企鵝逛大街的方式 爲什麼 因爲後面那個跑運不改 我想說 爲不是 他趕快企鵝繞出來 趕快回去休息 他沒有 他讓企鵝慢慢走 你會看企鵝這樣 一步一步慢慢走 然後那個小朋友很嗨這樣 然後企鵝就走過來 走到底之後 好像重新 對 再走回來 他沒有要讓他回去 一直在走回來 那小朋友就覺得 啊 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企鵝就是來回走 你知道嗎 他有沒有要幫他回去 你知道嗎 我想說這個時間點到底有多長 原來 原來是 最後他企鵝就在 在這地跟大家互動這樣 他就是讓你看到法 就是看到 好 拍完照片夠了 就開始慢慢走 走到剩十個 企鵝還在那邊 企鵝是最後走 你知道嗎 好 好 所以這個地方被我列為說 看企鵝一定要去的地方 因為你是看到馬 不是那種大家搶拍 他擠在一起 有 你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超馬 一定要去 對 保育員 不會阻止你做任何動物 只怕這個企鵝去捉你 所以你這樣好像人家比 也可以 這個是非常棒的企鵝 好 後面也可以看到古今 這個是到南館 北館南館有一個連接到 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 就連過去 南館比我想要都還大 因為很多 比如說 珊瑚缸 海龜的 南極的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大概有些 包括他們會做水母 水母也把它打各種顏色 右邊上面這個是海龜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小朋友在看 這個是深海的螃蟹 很大隻 然後小朋友在那邊看 看得很開心 這個圖放比較小 這個是人可以鑽進去 就是鑽到海裡面去 各式各樣 你想像不到的 就是這個觀光 停在那邊 過了十分鐘 每個點都停十分鐘 過了半天 這個是最精采 就是南極氣的 這個我跟他講 他們很會做這種 一半在海裡面的 這個精采是什麼 你會看到很多 它後面是很像電圈這樣一個座位區 你會坐在那邊慢慢看 海人就會在那邊衝啊衝啊衝啊 那精采再來 精采不是衛食秀 精采是 那個企鵝要跳上去的時候 沒有站起來 一摔下來 你會跟他一直跳下去 他會住跑 然後咻 然後跳去站著對不對 然後咻 然後發現前面有人已經站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下去 肚子頂著 他就摔回海裡這樣 好 這個是很精采 那衛食秀也有時間公布 所以你可以看衛食秀 很可愛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時間好像差不多 沒有 我們趕快把它講一下 好 後面是明谷屋市的早餐 那明谷屋市上有兩間 就是新來咖啡跟那個 KOMEDA 那我個人比較推薦KOMEDA 因為明谷屋它的早餐其實 咖啡店是很競爭的 那很競爭的情況下 變成說白杯咖啡 他們早上就是說 送土食跟水果蛋 好 那這就是明谷屋早餐的開始 那明谷屋的早餐 非常多種類 那其中我覺得最好吃的 這是第一品品 就是說它是總和 左邊這個 那我個人喜歡這個醬油味 大家可以買來看 那甚至是 這就是這個 這個張雲鴨餅的這一種 對 這個也非常好吃 那這幾種蝦餅 其實都不貴 一包幾百塊而已 大家可以買來看 這個是推薦一定要買 那剩下很多甜點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好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就是 沒有辦法去拍 這是唐屋嘛 就是大家可以去泡湯 就是最後一點 好 那 一樣你在明谷屋可以吃到 明谷屋必吃的 比如說 鰻魚飯三吃 好 那你可以吃到 他們很特別的雞子麵 好 那你也可以吃到 這個味噌豬排 好 什麼都有 那包括 它一般是歐式的 好 一般是這種 就是和風式的商店 兩排加起來 大概一逛兩小時 好 那 包括這個 沒有你的 咖哩路的麵 好 然後 百年的 這個 鰻魚蓋 然後我剛才介紹 衛線在裡面也有 還有這個 雞翅 這個雞翅 如果來不及 你可以跟大家 買到飛機上 它可以搭到飛機上去吃 雞翅 好 我們那一盤就有一個 真的來不及就把它搭到飛機上 搭到雞翅 好 這個可以把它搭到飛機上 好 那還有那個市場支牌 裡面幾乎所有的店都有 所以你可以留多一點時間 最後你可以在那邊 好 好 那 時間關係 我們最後 我們有很多的獎品 要送給大家 好 好 好 我們開放 呃 幾個 有獎針 我們先來送一些 討料 很簡單 好 這樣子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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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去 平谷港水部 要做到哪一個地鐵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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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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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很多獎品 一次多問幾個 好不好 好 我們問的都很簡單 好 請問那個世界的三將有幾種必吃的雞 是嗎 好 好 請問食場豬排要吃什麼 好 請問食場豬排要吃什麼 味噌咖哩 呃 那個 味噌咖哩豬排 那個 蛤 對 很簡單 我們都問很簡單 那請問 請問那個世界的三將有幾種必吃的雞 幾種 對 好 不要把他想得很難 我問都問很簡單 好 好 請問味噌咖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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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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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味噌咖哩 對 對 好 請出來 還有幾個加點 幾個對不對 好 我們再問 好 還要問什麼 好 好 另一個比較難的 呃 他的契額 雲湖港的水族館的契額 呃 展期到什麼時候 好 厲害 嗯 好 請問味噌咖哩 請問味噌咖哩 好 鳴骨湖港的這個最大的水族港有多大 30 嗯 對 好 恭喜 我們有幾個加點 好 請問 請問和長村跟那個和長照大概多久要重新蓋出屋底 好 請問和長村跟那個和長照大概多久要重新蓋出屋底 10年 2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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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錯了